如果接下來 老共敢在南海跟美國 進行軍事對峙的話 甚至插江州的話 不排除適用所謂的交戰規則 那如果說他連他 在擔任國安會都講出這種話 那你想想想看 接下來就是要美國投入 下一階段的 2024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共和黨跟民主黨之間的 他的那個拼搏 到底哪一個對中國最強硬的時候 B的雙方都一定會 進入到那一個所謂的 非常緊張的一個狀態 所以大家會比較擔心 其實台海要發生戰爭不容易 南海要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真的這個B7的事件 中國方面有沒有什麼說法 當然中國他一定會說 你美國進入到我的 自己的領空來偵查 來偵查我的一些島嶼 不然美國那些照片怎麼來的 都是去偷拍的 那RC-135他是去監聽 那一定是那邊有什麼潛水艇 之類的 或是什麼軍艦之間在通訊 美國想要知道 到底你們的意圖是什麼 所以這時候 中國他一定會什麼 一定會派更多的船艦 在這裡護衛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剛剛提到那四個島嬌 那四個島嬌 如果讓它漸層的話 那不得了 因為它是違反整個 2002年曾經答應 東南亞國家的一些做法 所以你看到 中國做事情就是什麼 一步一步來 你今天如果沒有 對我來講太強硬的話 我就是造次 我覺得再做更多 然後等到你回應的時候 到時候我自然而然的話 你美國不是域內國家嘛 你美國是域外國家嘛 所以你美國其實說真的 他們東南亞國家也是 眼睜睜看著美國 到底你會出什麼招 你如果說今天美國 沒有出太多的 這個這樣一個做法 來反制中國的話 我告訴你 東南亞國家 還是會跑到 全部都跑到中國這邊來 那菲律賓針對這件事情 菲律賓因為他換了總統 所以現在菲律賓的總統 他現在是比較親美一點的 所以接下來你要看他 接下來他可能會開放一些基地 讓美國駐軍 包含蘇比克灣 包含克蘭克空軍基地 美國可能又要重返這個地方來 基義大利後 歐洲的法國英國政策大轉彎 要求中國旅客入境必須出示陰性證明 現在以色列也加一 才剛宣誓就職的 以色列衛生部長發出聲明 已決定向外國航空公司下令 只允許接受有檢測證明的外國公民 從中國搭機到以色列 越來越多國家管制中國旅客入境 都是因為資訊不透明 世界健康公司 再次邀請中國健康公司 要經常分享 確實時間的資訊 在疫情的情況下 世衛秘書長譚德塞也推文透露 已經有人員跟中國代表視訊會面 討論當前病例激增的情況 因為社群媒體不斷流出恐怖畫面 我等人的雙數結果在這裡住院 現在真的倒下去 有患者等不到衰檢結果 就先倒下醫師趕快急救 甚至有患者跟醫護打起來 網友留言猛酸簡直把醫院當正常 一幕幕暴力場面突顯中國疫情慘況 類似衝突也在廣州白雲機場出現 入境中國的旅客不滿 明明都要解封了 白雲機場依然堅持5加3的防疫隔離政策 留學生一度跟警方爆發衝突 解封日都還沒到就有新亂象 也難怪越來越多國家跟進管制中國旅客入境 就怕1月8號之後情況更加失控 我們要歡迎這段新教授的來賓 學員教室財英專家邱民寬 惠民好大家好 財英專家謝全燕 惠民好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台商袁中南 惠民好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中國現在解封了 這個不僅是國內解封 國外也大解封 現在韓國有了最新措施了對不對 對沒錯 鐵腕的措施 中國很奇怪的一個共產黨的國家 為什麼呢 全世界封得最緊的 然後要解封的時候 就莫名其妙打開了 怕死全世界 你知道嗎 現在全世界叫怕死 為什麼 因為現在北京跟海南島 聽說五成以上的人都染疫了 各位聽起來五成無法做對不對 一個島式穿幾萬 穿幾萬人已經都染疫了 然後成都最多 成都六成多快七成 我朋友台商在成都全部都染疫 你知道嗎 很奇怪不知道為什麼 照理來講你解封戴口罩幹什麼 不是OK嗎 表示他傳染力非常的強 真的很恐怖就對了 所以大家流感疫苗 跟次世代疫苗能打趕快去打 那現在他大解封 而且1月8號以後 竟然本來預估3月才會宣布 結果竟然跟你直接宣布1月8號 全中國讓你出去觀光 叫你來講你帶錢來不是很好 問題是你帶了錢來 你不是只有帶人民幣來 現在全中國總共有12種變種病毒 在那流串你知道嗎 很恐怖你知道嗎 那麼所以現在世界各國 那麼對中國採取各種各樣的限制 第一個對他限制最嚴格的 就是他的鐵桿兄弟北韓 北朝鮮立刻宣布 所有中國人禁止路徑 你知道嗎 所有路徑北韓的人 包括北韓人自己 全部隔離你絕對想不到 除了瘋狂機師 那麼張牧師之外 沒有人可以達到30天 你知道嗎 30天不是5天不是7天 是30天 全部給我隔離 要不要檢測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檢測 但是他一定跟你隔離 反正一個月都可以隔離起來 30天太久了啦不合理 你去跟金正恩講啊 不合理 你去跟金正恩講啊 然後還有南韓本來在觀望 這幾天狀況非常差 為什麼 韓國駐北京的大使館 有六成的人感染了 所以後來他們現在 本來一開始是說 你要遲兩天內 你要來韓國短期對不對 遲兩天內的PCR陰性檢測 然後包括韓國人自己進來了以後 一天之內要到衛生所那些地方去檢測 等候檢測這樣子 中國人你到機場全部PCR你知道嗎 最新消息 他們決定 韓國在中國的大使館 暫時停發明天開始 也就是1月1號到1月底的 所有中國人的短期簽證停發 已經簽的 還可以來 可能還可以來 但沒有簽的 不能來 簽的來了以後 除了前兩天的陰性證明PCR之外 來到韓國的機場對不對 還要在這個地方重新再做PCR 然後在機場等候 那麼等候結果就對了 那主持人義大利也是一樣 義大利是你要自費衰減 中國人要自費衰減 90歐元一個人 那1歐元等於大概是32塊台幣左右 你現在自己承 你這要自費衰減在機場 然後日本的話 現在也等於說越來越嚴格了 除了你自己本身要PCR前兩天是陰性的之外 你這次還要做一個衰減 如果衰出陽性 沒什麼話說 你要隔離 不好意思 不是到你指定的五星級飯店去隔離 是到日本政府安排的隔離場所去隔離 七天 我們台灣還沒有 現在是先針對中國 因為日本最近疫情也是衝上來了 一天二十幾萬人還有流感 除此之外 我們的話是有一些變革 為什麼呢 過去我們不分台灣人還是外國人 在台灣如果確診的話 我們是免費幫你醫 按照健保的精神 從明年開始 外國人你要自費 你的隔離期間的這個費用 跟相關的醫療費用你要自費 我們台灣人是用健保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從中國四個機場 然後包括小三通是你 小三通走到金門馬祖的 籍貫在那個地方對不對 那都要做機場或是港口的唾液的PCR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規定就對了 好 那中國現在可以開放觀光對不對 各位為什麼全世界大家走到死 尤其是日本跟韓國大家走到死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根據網路上面搜尋 中國賣國際接標的平台 搜尋量增長850% 什麼意思 簽證搜尋量增夠10倍 大家都在找 我要出國觀光我要怎麼去 結果日本第一 韓國第二 泰國第三 也就是說他們想要去這三個國家 是前三名 那麼按照這個排名的話 北京 上海 廣州這個三個地方 搜尋的人最多 所以表示他們大多會去 很多人想要去外國觀光 那你這些國家又想賺他的錢 但是我會怕啊 你知道所以大家都做好準備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 最近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為什麼呢 上海醫院的急診量爆倍增 而且很奇怪 台灣我們台灣不是99% Omicron的B.A.5 然後不是都輕症嗎 然後只有一趴不到 是這個重症 然後中症 或者是死亡 最近根據啊 那麼中國的這個醫生直接說 他一個人啊 一天一個醫生 一天一天啊 急診室就接了120個以上的 等於說這個急診室的病人啊 三分之一是重症 而且更可怕的是 照理來講Omicron對不對 Omicron你傳染了以後呢 說上呼吸道感染就能感冒啦 你說快燒 流餅水有沒有 咳嗽皮塞 就這樣而已 一兩天以後吃藥就沒事了 最近他們發現 整個肺全部白潤 就是整個都白 你就沒得出空氣就對了 而且這醫生說啊 可怕的在哪裡 可怕的是 這種白潤現象有二分之一 男後年紀從20歲40歲到60歲80歲都一樣 所以表示他的病毒並不是單純 我們在台灣現在肆虐的這個Omicron的BF5 不是 他是包括Delta 包括大魔王 包括他們什麼病毒 而且常常一個人 如果你身上染了兩種病毒 那對你來講是非常危險 所以可以解釋為什麼死亡人數那麼多 還有 你的醫療量本來就不夠了 你的配套說是做不好了 你還要替黨講話 為什麼呢 他們的這個相關的官媒啊 中國的官媒竟然看出說 這是抗疫的偉大的壯麗的事情 怎麼說呢 他說中國人民沒有被疫情嚇到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所以大家都陽性了 你怎麼會這樣講呢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次他們一開放了以後 可能那個病毒的傳染力 還有他們的防疫 真的出了很大的問題 好 染疫就染疫 居然這個官媒還可以寫成是什麼 可歌可泣 蕩氣回腸的壯麗詩篇 有人說 喪事當喜事辦是頭昏眼花了嗎 那麼對於中國來說 由於這個資訊不透明的關係 揣測也就特別的多 到底鄉村現在的染疫狀況又是如何呢 目前中國的中央跟衛健委 是不報疫情的一個狀況 但是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由小來虧大 那我們很多地方仔細來看 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這次的事情很大條 我們從四川這邊地方先來 四川我們去看那個鏡頭 超誇張的 居然整條街滿滿的都在辦 他們叫辦白事 我們台灣叫辦商事 然後也太詭異了吧 怎麼會同一個時間就在鄉村 同樣的這麼多的白事 同時都在做呢 然後就有人去訪問那個 搭棚架的工人 那個搭棚架的工人 他就說奇怪了 最近怎麼這個商事特別多啊 然後他們每天接案子 他說我們也不想接啊 接這種案子 但是畢竟人家家裡面 就不舒服不吉利嘛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的案子已經接 都已經接到1月去了 然後他後面又補了一句 讓大家嚇一跳 他說說我剛剛搭的那個棚架 進來的那位先生才35歲而已 其實他非常非常的年輕 所以這個是在目前四川的一個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 整街都在辦商事 那我可能認為這應該是鄉村吧 為什麼人沒有到殯儀館去呢 那目前呢 我們如果從農村再來看的話 我們目前再來看 就看到一個河南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是我們目光都放在上海 都放在北京 我們其實很少時候去看到 整個鄉村的一個部位 河南有一個比較 算是二三級的一個城市當中 有一家醫院有一個張醫師 這個張醫師就說呢 問題不對啊 過去我們一天當中那種門診量 大概是一二十個人 怎麼現在呢 一天隨隨便便一個診 就要拉到五十個到六十個 而且這麼多人來呢 很奇怪 目前來看的話 大概八成到九成呢 通通是新冠肺炎的一個感染者 然後目前呢 他們來也就算了 我們目前整家醫院當中呢 很多的醫護都已經感染了 然後那個張醫師也說 我自己也感染了 可是他們說我們目前遇到一個 很不好的一個困境 這個困境是什麼呢 我們目前的藥物不夠 我們目前只有少量的一個部落分 所以很客難的 各位他們怎麼做你知道嗎 他們說他們就去買中藥 自己來熬 熬完了之後呢 就給這些所謂的患者來吃 醫生看病沒有用 一定要吃藥 一定要吃退燒藥 可是醫生一來自己也感染 醫護都感染 結果他自己還沒藥可以用 這個是很誇張的一個狀況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畫面 這個下一個畫面 真的是嚇到我了 這個在哪邊呢 大城市 在遼寧的瀋陽 遼寧的瀋陽 這個大的地方過去這個地方 叫方艙醫院 過去是住人的喔 各位仔細看 一格一格的什麼啊 那個都是棺材 我的天啊 那個都是棺材 所以過去是方艙醫院對不對 現在已經一格一格 放上了棺材了 那來跟各位說 東北的一個習俗喔 裡面一定要放人 才能夠躺著 東北的習慣 如果棺材沒有人 必須要站著 必須要站著 然後更吊詭的一點是 各位你去想一點喔 怎麼有可能千里迢迢的 去把這些棺材 一定是沒地方放嘛 一定是殯儀館放滿的 或者是哪邊放滿的 才會很課難的 在一個方艙醫院當中 把這些病床移開 然後來放這些所謂的 來放這些所謂的棺材 所以到底數字是多少呢 先跟各位說 數字不知道 目前的數字完全不知道喔 但下一個呢 就更恐怖了 這個還有放棺材的對不對 他們在山西的一個太原喔 山西太原呢 就有個地方有個布告欄 這是一家國企 兩家連在一起 這個國氣還挺大的喔 大家一看說 怎麼老李也走了 老張也走了 整排都是 整排都是喔 然後呢 他們就說 怎麼會這麼多副文同時 同一個時間發 先跟各位談喔 我們剛剛跟各位說的是 四川 剛剛跟各位說的是 河南 跟各位說的是遼寧 跟各位說的是山西喔 一步一步的走喔 然後一大堆副文都在發 這個姐姐啊 就跟小南說 小南啊 你們家兩口子還好嗎 我們全家都養了 老黃 我在猜應該是他老公啦 老黃發燒四天了 住進空中 軍以上的幹部住不下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軍是什麼呢 少將 軍是少將喔 連少將他都沒有辦法 去住進到軍醫院裡面去 然後呢 後面又說什麼呢 他說說 這個是我的老領導 楊德志的大女兒 他們所發來的喔 他們全家都養了 然後他們的先生呢 目前也都在 他的先生 請各位注意喔 他先生是空軍的副政委喔 重鎮住進醫院 楊部長是軍委耶 少將級的 居然都住不進去 床位太緊了 然後來看下面這句 他就說 天啊 連少將被緊的人 都住不進去 那普通人就更困難了 欸 中國讓大家覺得 很莫名的是怎麼樣 就是說疫情已經這麼嚴重了 反而在這個時候 你鼓勵國人出國了 這個鼓勵的措施 周邊國家是蠻緊張的 所以你看連韓國人 現在對中國的反感程度 高達了將近有七八成之多 好這一波解禁 很多城市染疫呢 有可能達到八成 北京就估計說 已經八成人染疫了 會不會已經達到集體免疫了 出國大家周邊國家該怎麼辦 應該怎麼說呢 我們用一個最簡單的數字 來跟大家換算 我們 因為他們目前的官方數字 已經完全沒有做出任何的統計 所以我們根據他最後一次的 這個數據來說的話 其實有幾個城市 他們是有不小心 地方跟中央的數字是不對的 就是不match的 就是說中央呢 可能還是公佈說 他們一個整個城市或整個省 只有四五個人確診 或四五個人死亡 但是呢有一個特別的數字 就是在12月23號的時候 在青島他們有公佈 他們一天的確診人數 是將近50萬人 所以他們如果 我們用這樣子的數字還有時間 差不多已經開放了 將近30天一個月的時間 來換算的話 前面的兩週是往上衝 然後現在呢 差不多已經到達一個高原期 就是他基本上來說 他們一天確診人數呢 50萬人但他不會再往上衝 變得更多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個 累積的數量來算的話 他們推估 我們現在就這樣算 青島它是中國的二線城市 它的人口將近是 2000萬到3000萬人 那如果我們換算說 他一天是50萬人 平均50萬人確診的話 他們現在累積30天 他們現在總共 整個城市有多少人確診 1500萬 所以就是佔他們 總城市裡面 人口的50%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 真實的數字 那但是呢 你會想說一個城市 是1500萬人 那聽起來整個中國這麼大 那這樣到底有多少人確診呢 我們這樣算一下 青島它是二線城市 那相同的二線城市 總共有幾個呢 總共有24個 總共有像包括杭州 包括武漢 都是屬於二線城市 如果他們的人口 也都佔50%的話 再加上一線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這幾個城市 如果總共有五個 這樣加起來的話 全中國目前已經超過 4億5000萬人確診 那這個數字其實很誇張 但是我覺得真的 要真的誇張的不是說確診 因為他們說實在話 你說重症的人 是不是真的那麼多 其實也未必 因為BF.7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 進化過的病毒了 但是呢 如果說我們換算 他們最近的一個 也是一個小道消息 從微博上面跳出來的 就是他們的死亡率 如果佔1% 1% 4億人口的1% 就是累積到這個30天之內 死亡人數已經到達 400萬人 所以難怪他們的殯儀館 會排隊塞不進去 然後很多人 根本就是露天 在焚燒屍體的狀況出現 所以如果按照這種狀況 再加上他們在最近的 1月8號就開始要解封 往外衝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基本上 他們就是處於爆炸階段 如果說他們的這個高原期 沒有辦法降下來降溫的話 我們反過頭來看台灣嘛 我們台灣的高原期的時間 就是一天有確診 可能有六七萬人 甚至八萬人對不對 有時候衝上去 那這種時間也持續了 將近一個半月到兩個月 我們才慢慢緩步下降 到最近又開始有一點點往上走 但如果我們這個模式 套用到這個中國大陸內部的話 其實基本上來說也是啊 他這個每天50萬人的這個數字 他也會持續一個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從現在算起來到過年的時間 不為過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他全國要確診超過七成到八成 這個是未來可能在一個月之內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現在他們正在大爆炸的這個階段 然後又把人開放往外移的話 確實會造成周邊的這些國家 可能會真的會有一些風暴 像包括台灣來說的話 其實雖然我們可能不會說 又衝回到什麼七八萬來說 但是基本上來說 因為我們的疫苗施打率已經夠高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施打的疫苗 是有效的疫苗 不像是他們打科興這種疫苗 所以基本上不會這麼高 但是你說我們台灣目前確診人數有800多萬人 還有1500萬人是沒有確診過的 所以這些人該不該被保護 當然該被保護 所以進來的人一定要嚴格的篩檢 就像是包括日本 包括南韓對他們的這個手段一樣 一定要嚴格篩檢 然後確保他們是沒有病毒 然後陰性的進到我們國內來 這樣子才是保護我們國民最好的方式 習近平現在重點是這樣 針對這個大解封 他就講了一句話 大家要推動這個國家衛生運動 愛國運動又正式展開了 但是拼經濟拼得出名堂嗎 我們來看有一間公司 真的是整個看伴 打算一路休假 休到什麼時候 後年龍年才要開張 對這個是 我看這個表 其實是從我們的微信裡面 去download下來 最狠的一個放假幾天 450天 你看這個公告是20多少 24年的春假休假的放假公告 你看最下面 是幾號 2022年的11月27號公佈的 現在已經都 12月最後一天了 幹嘛 兔年農年一起放 這個公告還很好笑 你看我慢慢念 你慢慢看 他說我們這次春節的休假 時間是從2022年12月1號開始放 然後一直到什麼時候 2023跳過了 並2024年的1月21號 也就是說龍年的什麼 正月12才上班 一票給你一年還三個月 剛才450天 他說現在總共放450天 為什麼 三年沒回去 來趕快回去 為什麼 這是一家印刷廠 印刷廠這三年根本怎麼樣 沒辦法回去 而且錢還沒賺到 我還要保他 吃 住 拉 殺 睡 都要 還要醫療 還要保健 我負錢 負死 還沒生意 你知道嗎 整期放一趟好了 這個還怎麼樣 很幽默 公司 當天我們先發10月的公司 11月公司先扣起來 你11月要扣起來 先把你扣起來 然後他說另外每一個人 我們一年包三百塊 紅包 一個紅包三百塊 人頭炸 他說我一包給你包兩年 六百塊 那都要扣出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多少這種廠嗎 除了電子廠沒有辦法以外 傳統廠業都死 化工也死 印刷廠也死 印刷廠也死 用不到嘛 還有太多的 比如說我們中山古鎮好了 整個鎮全部兩萬多家都做 現在房地產不景氣的要死 裝修不景氣的要死 我問你 我的庫存可不可以趕快消 你工人回去好了 我這邊搞不好賣2023年 賣到龍年都不一定賣得完 都不一定賣得掉 我還養你們 一個工廠兩三百個人 我還管你們吃住 這一次乾脆你全部去放假好了 放假好了 可是電子產業 台灣的電子產業 就不會這樣子做 因為它必須供應全世界的鏈 這些廠是供應內需的 那外銷廠也說實在來 它必須 因為明年每年的流行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會保留一些人在 可是我們說真的做內需 像印刷廠 希望真的很可能 一辦自己辦四百五十天 這個在中小企業 在中國大陸有多少家 你去查看看 至少我們可以看得到 上次我講染疫 一個月開放大概染疫三億人 對不對 現在幾乎快四億了 染病的 這個再下去 可能就一半的人口 幾乎要染疫了 染疫是沒關係 染疫會好 只是經濟接下來要怎麼樣 面對新的挑戰 所以這些中小企業 沒有到百萬家 我投給你 你投要給我 對對對 你放心 絕對會 絕對百萬家的中小企業 所以你覺得明年到底中國GDP 可不可以起得來 這個內需產業 我告訴你會 一下子沒有辦法起來 台灣還好 它在東南亞 台灣 大陸都有設廠 所以它可以挪單 這些內需的真的 你不曉得要怎麼辦 所以沒有中國加一的 真的會很吃力對不對 沒錯 這個是很危險的動作 好 中國其實面對頭大的 不僅是病毒的問題 還包括晶片 現在據說高階晶片 在華為的部分 已經用得差不多了 沒貨了 對 他們要向Nokia看起 變這個 從智慧型手機 變成智障型手機 現在最新的狀況是這樣子 華為跟海獅 因為2019年 他們是首波被禁的 對不對 他們被禁的時候 他們是毛起來 在全世界買晶片 可是你在這麼買 你都有限 你不可能買五年十年的份 所以他們那時候 買了兩年的晶片 可是現在被外國媒體提爆 不好意思 用完了 怎麼辦 用完怎麼辦 沒辦法 所以台積電跟三星 現在也不可能幫華為代工 對不對 所以現在講說 華為晶片用完之後 未來你要嘛就不做手機 要嘛你就做智障型手機 你只能這兩個路 另外一個 有一個跡象是晶片用完 就是華為才剛開完 類似於股東大會 他們輪值的董事長 在整個股東大會上 絕口不提晶片 也不提手機 就可以講些什麼 什麼願景 養豬的 什麼大數據 所以華為真的很有可能 在美國打壓之下 退出市場 中國現在晶片有多缺 現在走私晶片要改的 搞得跟走私毒品一樣 珠海機場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畫面 這是個女生 這個女生就孕婦 她孕婦 她孕婦就經過機場 然後搖搖晃晃了 可是問題是看起來就很怪 看起來就不太像孕婦 結果所謂的凱觀人 就隨口一問 懷疑幾個月 她要說三四個月 四五個月 哪有連月費都不容的 三四五都有了 可是問題是 她的肚子看起來像九個月的 所以她就覺得怪 因為孕婦 你也不能去打人家肚子 或什麼的 就讓她照X光 一照 發現這是個矽膠的假肚子 這個假肚子裡面 有202顆的晶片 還有九值手機 手機那麼重 以前毒品 以前毒品 亂藏是藏品 後來還塞後面菊花裡面 我真的覺得中國在記下去後 他們那時候 怎麼走是毒品 就怎麼走是晶片 晶片就有異味 沒關係 能動就好 能計算就好 洗洗臭臭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現在晶片價格是五百倍 五百倍是什麼概念 2000塊晶片要賣10萬塊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中國現在缺晶片缺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要缺晶片缺成這樣 因為原本 美國對於中國的那種封鎖政策 我們犧牲叫小院高牆 小院高牆就是說 在關鍵的小小的領域裡面 比如很簡單 艾斯莫爾小小領域裡面 我架構出高高的成長 讓你不要碰到就好 可是現在已經從小院高牆 變萬里長城 各種都現 它不是只有進華為 所有都進 艾斯莫爾也進 連美國人都不可以去中國 機面公司上班 還變萬里長城 所以整個中國機面現在很慘 才有什麼程度 華為 華為最新黑科技 因為現在他們 華為有出類似那種 Apple Watch那種智能手錶 結果這樣被網友說 你看他把智能手錶 包在火腿廠上面 結果華為智能手錶 你看左邊是iPhone 右邊是華為 就包在火腿廠上面 華為智能手錶 竟然可以測出他的心跳跟脈搏 這神了 火腿廠怎麼會有這個晶片 有鬼附身 左邊Apple Watch 我跟你講偵測不出來 清楚明白 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華為就解釋一大堆說 這是什麼禁電 什麼講一大堆 結果網友不買單 把他手錶弄到 布偶 熊娃娃上面 有心跳 有血氧 那麼寶特瓶 有心跳 有血氧 太扯了啦 所以 華為曾經是中國科技業 我們稱是黃礦上的珍珠 黃礦上的寶石 結果現在搞到假晶片 這不是以前我們講到 三流的淘寶貨 每次量體溫都37.5度的 那種爛東西嗎 我們之前有講過 結果華為要搞成這樣 所以華為現在沒有晶片 真的很慘 這個的是數據很明確 我們可以看 黑色是上 所有國家進口到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那粉紅色是日本啊 然後灰色是美國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等等 紐西蘭 可是你看喔 因為整個看起來太雜亂 可是你可以起一看喔 2021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整個的 這個包含封鎖力沒有那麼高 剛開始封鎖的時候 中共大量囤貨 所以其實是上升的 後來呢慢慢慢慢慢慢 到最近已經開始完全性的 這個所謂封鎖的時候 你看整個建委量是大幅下降 海關數據 半導體進口將至近年來 最低水平23億美元 原本至少每一個月 大概有50億美元的半導體進口 現在只有23億美元 所以現在狀況是這樣 中國不只沒有晶片 中國連晶片公司的 A股的上市公司 破千億市值的只剩下三家 其中一家叫做華為 可是華為如果你繼續做出這種手錶 可以量出火腿腸的心跳的話 不好意思 你市值連1000億都不到 所以現在中國的晶片產業 我認為真的叫做很慘的產業 好 這是中國的產業 那麼去年初有人覺得說 中國的股市應該是跌到股底了 可以進去撈一票 沒有想到了 股底還可以再創更低價 但其中有幾隻亂標的股 沾到久的都會亂標怎麼回事 其實應該先說一下 就是說12月開始 外資確實對中國股市的一些報告 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講法 從高盛到大摩甚至野村 他們大家都還是認為 在2023年整個中國股市 應該還是有機會上漲 但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必須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像剛才袁老師講到 你很多的小企業即使你存活不下來 那消費是不是能夠這麼快上來也未必 剛才慧明你講到的 這個很多亂標的股票 它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嗎 這中間當然還是有一些很奇怪的梅槓 我們要去注意 這一個股票叫全聚德 全聚德大家知道嗎 烤鴨 烤鴨第一家 後來做了烤鴨的味道 其實已經沒有像過去那麼道地了 從手工然後到最後機械師 就是那個烤爐都機械師 這我們有談過了 可是突然之間 十天可以飆八支停板 我看了一下它其實 也不過一兩個禮拜股價 大概漲了一倍了 最低的時候七塊多 然後一口氣長要二十幾塊 很多人就說 對啊你看 整個疫情過後消費上來 大家開始出門吃烤鴨 結果我仔細查了一下它的財報 實際上它前三季營收是5.64億 掉了20% 虧損1.75億 掉了162% 所以全聚德也出來曾經 其實我們烤鴨也沒有多賣 那你股價長這樣 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結果原來是做生意一定要 腦筋要急轉彎 它推出了什麼 降香 就是它現在是降香概念股 簡單來講就是推出了降香白酒 它推出了兩支降香白酒 這個大有來頭 這個就是從跟這個貴州的這個 茅台這個地區的企業合作 是不是一茅台不知道 但是就是降香 兩支一支叫1864 賣828塊 另外一支叫全聚德傳奇 賣500多塊 那這個不得了啦 你既然你占到9 那股價就狂飆了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哪裡買得到 在天貓 其中我剛才講1864這一支 賣了63坪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全聚德傳奇 對 有30幾個人買 就比考驗賣得很少 對不對 你也幫幫忙 不要開玩笑 就有人在炒錯就對了 所以其實 現在絕對是一個亂象 也就是說 大家認為這個疫情過後 解封股市會漲 對不對 因為外資報告確實也力挺 所以很多的主力 他開始會去思考說 那我們 大家開始要進來炒股了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趕快 搭一些議題 趕快把那個股票炒起來 把這個假象把它製造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一定要注意 而且幾乎跟9有關的 連那個 連那個做蘑菇的 他就公告說 我要去買一家 那個茅台的企業 茅台省的企業 茅台地區的企業 這樣 股價就漲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在中國確實 只要沾到9 股價都大漲了這種 特殊的這種慣例 大家還是要注意 因為在過去有一家 叫岩石股份 岩石股份 然後呢 其實他做很多 其實一直在做什麼 也沒人搞得清楚 然後名字一直在換 後來他收購了 這個貴州一家賣酒的電子商務公司 開始有一點點起色 可是營收只佔5% 他想一想 這應該可以搞 後來他就把公司直接改名叫 上海貴酒 跟酒有關了嘛 而且那個貴 你就會覺得應該就是貴州的意思吧 貴州茅台嘛 貴酒 可是股價還是沒有 大家還是不買單 後來他就是入股了一個叫 貴州高降酒業 再把這個持股灌到 我剛才講的上海貴酒 因為他是上海的上市公司 你知道半年漲多少 38根漲停板 半年漲38根漲停板 一股作氣直接一路狂飆 所以基本上 但是最後的下場呢 漲了38根之後 我剛才確定其實又跌回來 又跌回來 一定是跌回來 一定是跌回來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注意 就是說現在這個氣氛是有上來 但是開始有一些腰股 我們剛才講的 這就叫腰股 你沒有基本面 而且他本來叫 本來是ST股 就是交易限制的股票 有點像我們警示股 你沒有營運 你營運是不好的 突然之間狂飆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留意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台灣解封之後 有先一批出國的 現在回來可得意了 因為那時候蠻悠哉的 中國人還不能出國 這一下子中國可以出國了 很多人都懊惱說 我怎麼不早點出去 中國出國大舉出籠之後 有哪些現象呢 日本人現在頭又痛了 為什麼呢 中國大媽又來了 那最近就好巧不巧 全日本新聞電視 這個叫ANN 他們就派了一組新聞人員 到機場去 就這麼剛好 就在現場實況轉播 就看到了這麼糗的一個現象 發生什麼事呢 有一個中國大媽她想要過關 她過關的時候呢 因為機場都有那種小獵犬 小狗狗她會 跑跑跑跑 結果她就跑到她的行李旁邊 就坐下來了 結果一打開 一開始上面還是衣服喔 往下走一抓 哇 肉乾 肉鬆 這個人家就已經跟你說 不能夠進來了嘛 結果一抓還2.6公斤喔 結果這女的大發雷霆 在那邊說 你們日本都是強盜 你們這些日本人壞透了 現場在那邊一直罵一直罵喔 現場實況轉播 就這麼剛好 就現場實況轉播 然後沿路罵完之後呢 後面呢當然 就把這些東西沒收 也開了罰單 據傳是開了60萬的一個罰單 但重點是這個大媽還進官喔 她有去看她的小孩喔 她就說 這個是我三年來要帶給我小孩子吃的 你們這些日本的海關 真的是沒人信啊 但仔細想想喔 第一個 這個是在日本罰60萬喔 這個在台灣要罰150萬 然後呢 如果說像剛才她這個行為 在歐美國家直接遣返了 那個海關還跟你好生好 那個海關還跟你好生好 記得說喔 但日本呢現在就一直在考慮一件事情喔 日本他們做事比較貼心 你去歐洲 你去南韓 去泰國玩喔 他們退稅都要到機場才能夠退 你要把發票全部拿出來 拿了你的所謂的一個所謂的證照 拿你的護照 去集體退稅 那日本很多地方 他只要有那種海外的 他們就是你現場買 他知道你是觀光客 就可以現場退稅 結果呢 居然有好多的中國人 去到那邊直接做生意了 他是不是中國人 他不是日本人嗎 他就現場買 那買了之後呢 買買買很多人一看 超誇張的 有人喔 一年的時間買十幾億 然後呢居然有七個人喔 就在日本總共銷 買了77億的日元 他也沒走啊 後面日本人怎麼看怎麼不對 奇怪了 他是不是我在日本買貨 退了稅 錢先放口袋 這些貨又在日本銷掉 然後就要去追這些人的稅喔 有些人呢 付一點稅就跑掉了 到現在還在追 日本現在一直在思考 我是不是要跟美國一樣 要跟歐洲一樣 我們就在機場退稅 那現在呢 他們甚至於有很多產品 例如說 新世紀福音戰士 像這個產品 我不會買對不對 可是對於收藏家來說 他就很愛喔 那很多中國大媽呢 哇真認真 他們就現場去排 各位你去想喔 通常玩這種產品的 福音戰士的 這一定是宅男啊 你就可以發現有一些大媽啦 發現有一些中國的大叔大爺們 他們也都在排隊 那排隊要幹嘛呢 買回去 我做網路的時候 你買不到 你在日本買不到 限量版我全部都買完了 我就可以坐地起價啊 所以日本怎麼做呢 你要用日文 把這個新世紀福音戰士 能夠唸出來 才能夠買 那到底情況怎麼樣呢 這個就不知道 這是日本的狀況喔 這時候我們來談談 所謂的新加坡了 新加坡呢 最近有一句話 叫做香港跌倒 新加坡吃飽 現在跟各位談喔 因為我過去在外資服務 我曾經在新加坡工作過喔 新加坡的金融區 晚上過了七點之後呢 他們就測開 然後攤販就會出來喔 攤販就會出來 就會有沙爹啦 就會有那種很多 當地的南洋的小吃等等的 那現在中國人來了 對不對 這些沙爹不賣了 各位你知道賣什麼嗎 賣四川烤魚 真的賣四川烤魚 然後那個烤魚 他們就是烤魚先把它烤熟 烤鞋子吧 我怕看到烤鞋子 他們就是那種烤魚啊 烤肉等等的 然後那個烤魚烤完之後呢 還要當火鍋賣 會有個鐵板 然後辣椒啦 大蒜等等的一大個 都直接衝上去 他們新加坡人都說 我過去我吃的沙爹 烤肉跑到哪裡去了 現在居然全部都要吃烤魚 南洋風味不見了 南洋風味不見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新加坡人喔 我先跟各位談一下 我們很多新加坡朋友 我們很多新加坡朋友 一輩子不知道 他時間領到可以有房子 新加坡你只要合法工作 沒有犯罪紀錄 時間點到政府 會發給你一間房子叫主屋 他不是說給你一間 他會給你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是你負荷的 例如說李正浩 你的收入到什麼地方 你到這個地方 我給你高樓層 中樓層 低樓層 你自己去挑 很多人連他可以去住房子 每個月一直繳 他們就要一直繳對不對 可是看到這些外國人 中國人一來 豪宅一直買 然後這些所謂的名車一直買 全部都買光光 我問各位 他們心裡面會開心嗎 然後現在呢 過去是一般人不開心 現在連有錢人都不開心了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能做的事情還真不太多 所以很多人就喜歡打 那個高爾夫球 那高爾夫球的求證 在新加坡是其貨可居的 為什麼呢 因為新加坡 現在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過去新加坡 是全世界最棒的高爾夫 灰桿的地方 28座場地 通通是國際級 那現在呢 有些已經被聯電拿去做科學園區了 有些被政府收回來 做社會住宅了 他們就是把這些地收回來 所以呢 整個所謂的 高爾夫球的求證的價格 緊噴 噴到什麼地步呢 現在在新加坡 聖濤沙 最好的一個高爾夫球場 一張鎮 台幣 外國人 中國人去買 1800萬台幣 當地人呢 過去呢 據傳只要五六百萬台幣 現在也漲到1500萬 中國人來 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知道 但中國人來之後 很簡單 地變貴 小吃不見 生活變複雜 所以呢 我們看看日本 再看看整個新加坡 對於中國人來說 他們真的是又愛又恨 對就是比較大的衝擊 原本的小確幸 現在都被改變了 大家好 48分情 透過影片介紹新加坡 特色緊緻跟文化 看起來跟一般Vlogger 沒兩樣 但對這名新加坡男子 張永發來說 卻是靜香情缺 因為他被當豬仔 賣到台灣 一去就是32年 1990年 當時只有26歲的張永發 被高薪吸引 在哥哥牽線下到台灣 想賺大錢 卻從此 困在台中工廠裡 雖然拿回護照 但沒有積蓄 張永發 只能繼續非法 逗留台灣 閒暇時 交雨球 即將離開生活 32年的台灣 張永發心中千言萬語 透過短片呈現 捨不得教練 離開的學生們 也手繪感謝卡 學生跟家長 更湊錢 替張永發支付 住院費 機票錢 儘管一開始 是被騙去工作 但張永發 對台灣有了濃厚情感 更感念這些日子 暖心幫助他的台灣人 最後順利返回家鄉 再來看一下越南 越南前朝來了 有錢 在專制的統治之下 難免就會有貪腐的狀況 這次越共首次開除高官 整個牽涉的人跟肝肉長一樣 對 其實最近大家都講 都在賺這個什麼 國難財 中國也在賺國難財 快篩PCR賺一大堆 越共也賺國難財 而且賺到是天怒人怨 賺到越共首次 他不是首次開除高官 是首次這麼快開除高官 我跟你講共產黨 你等級到一個程度 你不是說開除就開除 他要召開中央委員會議 才能開除 所以過去越共都是我先把你抓起來 抓起來一年一度的 中央委員會議的時候 我再把你開除 這一次他們氣到是 臨時會 開臨時會把他們開除 然後他們有多誇張 他們 因為最近的疫情 他們有很多各地有撤僑包機 大概世界各地 譬如說舉例 在中國的越南人有撤僑包機 俄羅斯的越南人有撤僑包機 全部都撤回來 大概2000假持 結果後來發現 第一個 這個撤僑包機 每一個包機裡面都走私 每一個都走私 有養酒 然後有高級的奢侈品 有電子煙 然後光是一架 大概走私就1000萬台幣左右 你要想想看 1000萬台幣 2000價值 是200億的走私量 對他們來說 第一個 我載我的同胞 你拿這個去做走私很扯 第二件事情 他們明明都是越南同胞撤僑 結果 不好意思 你要坐飛機對不對 我機票給你漲價 然後名單你要上來也要先收匯 然後你到了越南當地要隔離對不對 住宿也漲5到8倍 所以這一次是外交部的副部長 越南外交部副部長被抓起來 然後越南副總理的助理 副總理助理很大 不要看人家是助理很大 也被抓起來 駐日大使被抓起來 駐俄羅斯大使被抓起來 駐馬來西亞大使被抓起來 是真的一整串都 整個外交系統幾乎被連根拔起 都是大官 都是大官 全部被連根拔起 除了這之外 他們的衛生系統也被連根拔起 因為這個案子之前 前一個系統是什麼 他們的科技部部長 衛生部部長 還有各十幾個省份的衛生官員 聯手壟斷快篩跟PCR 然後這些人也全部被抓起來 所以你要知道 這次越南這種專制國家 對很多人來說是國難 對他們來說是發大財的機會 所以越南現在這個獎 還有張美蘭的 越南女首夫 我們才講過 十月的時候才講過 她被抓對不對 對 結果被抓之後 你知道共產國家幹嘛 我被抓我第一個要滅政 她的助理在她被抓後兩天死掉 她的證券公司的高層 在她被抓死掉 她的地產公司的高層 在她被抓之後也死掉 不會吧 她已經被抓了 她助理幾歲 38歲 證券公司的高層幾歲 49歲 地產公司的高層幾歲 49歲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 這次活生生發生在台灣過 台灣有個越南網 對不對 大家認識姓丁 他的父親 那個時候就是代表國民黨在越南做生意 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大 被叫是越南網 後來也是出事 在台北 他的辦公室跳下來 做斷點 然後保護到 那時候國民黨最高層的大掌櫃 所以在專制國家做事 你錢可以賺很快 可是拿命來換錢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越南今年的GDP 要漲8 GDP成長要8% 換句話說現在所有國家都要投資越南 對不對 所以這個投資的過程中 伴隨著風險 伴隨著利益 還有伴隨著人命 好來看一下 這個跨年夜 這一次兩岸之間交流 好像在限於定的情況之下 能夠登上春晚舞台的人 不過這一回主要受矚目的是蕭敬騰 不過讓我們想到 在台灣以原住民為代表 首次登上春晚的 其實是萬沙浪 對沒錯 但是他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兩蔣時代裡面 漢賊不兩立 那麼在漢賊不兩立的情況之下 那麼台灣第一位的藝人 登上了春晚 對國民黨的政府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等於說挑戰 所以萬沙浪他最主要是 他是第一位的原住民歌王 也是第一位的原住民錄了專輯 那麼為什麼他會被中國挑上 上了央視的春晚 因為他的歌 那麼也需要 中國需要一個樣板 那麼是一個台灣的原住民 然後陪他們一起唱歌 塑造所謂的兩岸一家親 那時候萬沙浪 那麼在春晚裡面唱一首 先唱一首自己非常有名的歌 那如安情歌 然後緊接而來 第二首歌就是唱 這個跟中國的女明星一起對唱的歌 這個央視唱歌第一位台灣人 那麼歌手唱歌果然 那麼在中國造成非常大的轟動 但是一樣撼動了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所以後來就下了一道禁令 就直接你那時候是絕對不客氣的 那麼你對於這種違背相關的禁令 你只能偷偷來 什麼悄悄的來 你絕不得光明正大 那麼上了央視在幾十億幾億人前面 直接這樣子進行這個所謂的 兩岸一家親的一個活動 所以後來萬沙浪 他在這個等於說台灣被下了一個禁逐令 他禁止他返回台灣 這一禁就是八年 到了八年後 萬沙浪才有機會重新返回台灣 不過那麼也因為當時他要去的時候 家人全部都反對 但是他不顧家人的反對 就硬要去 去了以後 經過八年再回來以後 人是已非 那麼他的前妻帶著孩子們 都已經移民到了美國去了 那等到他回來了以後 他在中國的時候 其實是有賺了一筆錢 但後來又因為投資 投資了以後 那麼通常最後一人投資 最大部分的這個現象都是投資失敗 所以後來投資也遇到了一個挫折 那回來了以後 借酒交仇 就沒想到從樓上又跌下來了以後 頭部受創 那麼他的這個智力聽說 這個降低到 變成像小朋友的這個智力 不過萬沙浪在他的晚年 他有遇到一位 那麼算他這個非常的幸運 為什麼 他其實已經遭遇到 這麼大的一個挫折了 但是他還遇到了一位 那麼他的這個粉絲 超級鐵粉 外加後來的女朋友照顧他 所以後來女朋友為了照顧他 因為萬沙浪他除了自己本身 言語已經那個 還有包括這個等於說 智力已經退化之外 他還中風過兩次 那麼還因為他的孩子的關係 所以他不能領這個 所謂的低收入付 所以後來是靠這個女朋友 那麼他賣了三棟房子 照顧萬沙浪 最後萬沙浪才得以 那麼安享余年 好這個疫情解封就不知道中國的這個 跨年會不會很多人大舉出龍 但是要提醒您這個 強烈風暴的影響 之下天寒地動出了不少意外 對中國最近真的是足勢不錯 我們先給大家看這畫面 這是揚州的高油湖 這揚州高油湖發生車禍 我不知道大家觀眾朋友 平常遇到車禍最多 是幾台車連環狀 這個高油湖的大橋 上面有50台車連環狀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50的 而且撞得不成邏輯 不是一直先撞 對為什麼會撞得不成邏輯 我跟大家講 因為高油湖大橋 你可以想像嗎 你不用去過你就知道 它下面就是高油湖 上面是橋 在12月3勺的上午7點 7點早晨的時候 通常湖都會起大霧 然後湖會起大霧的時候 這個橋上面的地板 起柏冰 那這個柏冰非常非常不巧實 它不是很厚的那種薄冰 就很薄的薄冰 所以很多用路人開上去的時候 其實沒有注意到 它是變成冰塊 它就一樣也沒減速 就一起開過去 然後開過去的過程中 忽然出現大霧 所以大霧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前面的 你看到的時候趕快踩煞車 踩煞車發現 哇 地下是冰的 殺不住 對 殺不住 就這樣撞 鄭州的黃河大橋 12月28就兩天前 更扯 這個也是在黃河大橋 也是在河面上面 結果是200台車撞 這畫面給大家看 200台車對上是什麼狀況 那才真的要撞成不成邏輯 就是有前面撞後面 有側面撞前面 有左邊撞右邊 有對向車要撞我這邊 所以是全部擠在一起的 那為什麼這200台車會撞 一模一樣 大霧 然後再加上 下面有薄冰 就發生這種狀況 好 你可以說這是天災 可是中國這個國家 之前封控車 封控到亂七八糟 什麼叫封控到亂七八糟 去年的這個時候 在西安封城的過程中 也出現一個 讓我們覺得很鼻酸的畫面 也是開車看到一半 然後你看 這個人開車看到一半 忽然就撞到前面 那這個架子後面 是不幸往生的 可是你要問為什麼 難道又是地上有薄冰嗎 對 地上有薄冰 可是他如果不在湖邊 不在河邊 哪來的薄冰 除非下雪對不對 對 是250的政府 西安市的政府 跑去灑消毒水 人造薄冰 冷都冷了快死掉了 然後你去灑消毒水 就消毒水 你沒把病毒殺死 先結成冰 結成冰之後 這個西安的人 開車上去之後 殺不住直接去撞 造成一名駕駛亡生 那個時候造成非常非常大 西安裡面非常非常多的市民 還有中國的市民 開始對於政府開始做抨擊 造薄冰 冷都冷了快死掉了 然後你去灑消毒水 就消毒水 你沒把病毒殺死 先結成冰 結成冰之後 這個西安的人 開車上去之後 殺不住直接去撞 造成一名駕駛亡生 那個時候造成非常非常大 西安裡面非常非常多的市民 還有中國的市民 開始對於政府開始做抨擊 那時候造成非常非常大 另外剛剛談說 到底整個中國疫情有多慘 對不對 因為其實很簡單的估算 什麼叫很簡單的估算 我們 比如說中國12億人口 12億人口假設8成確診 那就是8.5億的人要確診 那8.5億的人要確診的話 那如果以台灣的千分之一的死亡率 就是85萬人要死亡 那千分之二就是170萬人要死亡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個是東西 北京的郊區 這是回民公墓 你看到回民公墓 它就來不及一個個挖 它直接挖一個壕溝 然後下面看到那個藍色板子 一個板子一格一格 就是一個不幸的往生者 因為太多人不幸往生了 造成他們在殯葬業 根本沒有辦法負擔 大家要有概念 文化大革命十年 中國時的兩百萬人